由于乌克兰反攻一直没有打开局面,西方显得很着急,考虑到乌克兰几乎不太可能一路打到亚索海沿岸,西方在着急之余又开始推卸责任,试图把乌克兰反攻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基辅。 西方的手段并不高明,无非就是批评乌军乱打,不听北约的话,对于西方的批评,乌克兰一直都没有真心接受,仍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反攻,乌方坚持认为自己的战略和战术没问题,无法取得突破并不是打得有问题,而是硬实力比不上俄罗斯,只有招致了西方更大的不满,双方之间的争执也越来越多。 以至于乌方已经有些气急败坏,并指责西方站着说话不要疼。 据俄罗斯RT报道,欧盟外长会在西班牙拖来多事举行,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出席会议时,借着采访的机会向西方猛烈开炮。 库列巴表示,批评乌克兰反攻太慢,就等于向每天丢掉生命的士兵脸上吐口水。 我建议所有批评者闭嘴,到乌克兰来尝试自己解放一平方厘米土地。 这般话说得很不客气,是对着整个西方的脸抽耳光。 众所周知,美国挑起俄乌冲突,就是为了和俄罗斯打代理人战争。 美国自己不敢下场,就让乌克兰当炮灰。 现在乌方让批评者自己上战场尝试一下,没人敢一生,如果他们真的敢,早就直接出兵。 乌克兰发起反攻之后,西方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,并且直手画脚。 对于乌克兰的战略战术,横看竖看都不顺眼。 但是要说乌克兰打敌也没什么太大的毛病,反攻失败的根本原因。 还是乌克兰的战斗力不及俄罗斯,硬实力的差距并不是战略战术可以弥补的。 西方一直质疑乌克兰的部署,批评乌克兰放弃北约战术,是站不住脚的。 北约已经多少年没打过这种战争了,一个只会欺负弱小的军事机构, 其战略战术势必无法用于战争中相对弱势的一方。 西方一直批评乌克兰,目的还是把国扣在乌克兰身上。 等到乌克兰失败之后,西方就可以说,你看,他没用北约的战术, 所以吃了败仗。 事实上如果真的使用北约的战术,现在乌克兰就只会更被动。 所以乌克兰现在就如同哑巴吃了黄连,不能使用北约的战术去送死, 按照自己的套路打又打不过。 库列巴作为外交官,也算比较机智,直接快刀斩乱麻, 跳出战略战术的层面,直接捅到了西方的软肋上。 由此可以看出,双方所谓的盟友关系,实际上就是利益关系。 乌克兰出人,西方出钱,一起和俄罗斯打仗。 现在出了问题,谁也不会惯着谁。 这就跟合伙做生意似的,赚钱的时候一片和气,一旦赔钱了,就是互相推诿。 乌克兰终究和西方不是一路人,随着在战场的失败愈发明显,双方终将分道扬镳,甚至会直接翻脸。 对于西方来说,乌克兰这个耗材已经利用的差不多了,丢掉也就丢掉了。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,关于乌军反攻的消息再度热闹起来。 有西方媒体称乌军收复战略性村庄或者村镇,即到2022年战争爆发之初。 俄军因在多个方向进攻受挫,使得人们戏称俄罗斯最厉害武器是科纳申科夫。 如今乌克兰方面核心乌媒体到颇有类似的感觉。 其实进击乌军的重大战果一共就两个。 8月16日,乌国防部副部长玛利亚尔宣布,乌军已从东南部的俄罗斯军队手中收复乌罗扎因村,并在其郊区进行了防御攻势。 8月23日,乌国防部再次宣布,前线乌军攻占罗伯基涅村,南下反攻取得进展。 这俩村庄究竟在哪,有何特殊战略地位呢? 卢干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目前是俄攻乌手,巴赫木特方向是乌攻俄手。 顿涅茨克战线比较平静,扎波罗热战线是乌攻俄手。 赫尔松战线因地涅伯和天险的阻挡,暂时也比较平静。 乌军在南线的中级反攻目标是梅利托波尔,比尔江斯克和马里乌波尔三座城市中的任意一座。 具体到进攻路线上,目前乌军主要有两条,一条从库班出发向托克马克,梅利托波尔方向,另一条是大莫沃西尔卡向马里乌波尔方向。 乌军取得战果的两个村庄,乌罗扎因是大莫沃西尔卡至马里乌波尔方向的。 卢伯纪涅则大致位于库班和托克马克中间的位置,两者相较,前者其实没那么重要。 我们不妨看一下乌罗扎因的位置,他非常靠近大莫沃西尔卡,离马里乌波尔还有相当距离,且路上村庄众多。 这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肯,别说吃瓜群众了,拜登都等不及。 更为致命的是,相较于梅利托波尔方向,马里乌波尔比较靠近俄罗斯本土, 离个特别军事行动后勤大本营顿和潘罗斯托夫近180公里。 而俄军一年多来的表现已经向外界证明,他们的战斗力跟到俄本土的距离成反比。 相对于马里乌波尔、托克马克、梅利托波尔,显然更适合作为乌军的主攻方向。 梅利托波尔南部有个亚素海向北突起的狭长海湾,他大大缩短了乌军的进攻距离,简直是天资宝地。 正因如此,乌军也事实上把库班、托克马克、梅利托波尔作为此次反攻的主攻方向。 不过乌方想到的事情,俄方自然想到了在战局相对平静的2023年上半年。 俄军围绕这条预判的乌军主攻路线,修筑了大量防御攻势。 卢伯基涅大致处于俄军第一道防线的外围,我们可以讲乌军取得了对俄第一道防线的部分突破,但现在就开始说具有战力意义,似乎还有些太过乐观了。 我们从纯军式角度,展望一下乌军反攻的几个关键指标。 如果乌军能够突破俄军两道防线,肃清托克马克外围据点,正式启动攻城战役。 则标志着乌军南线反攻,成功了25%,但凡是敢正式发起攻城,通常手握七成以上的胜算。 就像瓦格纳最后两个月对巴赫木测的攻势一样,过程可能十分艰难,结果还是赢下来了。 如果乌军能够攻克托克马克,标志着南线反攻成功了60%,虽然梅利托波尔城市比托克马克大,但托克马克到梅利托波尔之间,暂时并没有修筑坚固攻势,且夺取托克马克将切断俄军一条重要铁路线,于后勤,于世纪的影响都十分巨大。 因此托克马克一旦丢掉,守住梅利托波尔的难度会成倍增加。 如果乌军能够攻克梅利托波尔,标志着南线反攻基本成功,梅利托波尔俄控扎波罗热州事实上的首辅,他的丢失将使扎波罗热路桥被切断,分割县以西德俄战区,会成为一片类似当初赫尔松右岸的死地。 这种情况下俄军只能退守克里米亚,凭借地下天险,克里米亚北端的攻势群和核威慑,继续阻止乌军前进。 对于克里米亚,基辅方面还是心存忌讳的。 泽连斯基总统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明确讲道,当我们处于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时,我认为在政治上有可能迫使俄罗斯在半岛领土上实现非军事化,克里米亚半岛与乌克兰本土连接处海湾众多,地形十分复杂。 俄军自2014年开始,就已经修筑了坚固攻势群,强攻的困难程度远远高于当前的扎布罗勒防线。 结尾处在简单谈一点我个人的体会,开战之初俄罗斯享用20万军队多路出击,舆论虚张声势的方式速战速决,明显低估了乌克兰的战斗力。 战争至今,西方国家其实犯了同样的错误,他们也在用军援添油战术,舆论虚张声势来糊弄各方,希望看到俄国从内部瓦解掉。 或许到头来这场战争的结果会是双输,乌克兰输了,俄罗斯输了,以乌军目前表现出的战力,除非明年出全面到位的100架F16战机,能表现出扭转乾坤的惊人本领,否则靠正面战场彻底击败俄军遥遥无期。 即使乌军南线反攻达成了百分百的目标,也仅仅是南线反攻,还有东线尼、北线尼。 至于说俄罗斯,它存在一定的概率达成现有政治目标,但从长远看,可能输掉作为一个大国的21世纪。